这人干什么呢 设计游戏的 杜局 现在怎么办 叶泽 准备邀紧 特军 现在到底怎么办 老张还是太惯着你了 他一直在那儿跟我说循环 都觉得我冷冻不着急 李世晴 我反复听了很多 变逆的报警电话 能听出来你的口吻非常急切 希望警方能够及时排爆 也希望爆炸不要发生 我能感觉到 你有很重的心理负担 告诉我 你担心什么 我们在清水公园 找到你的时候 我看到 你非常地紧张 为什么 张警官 我能问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了 你说 你们接到我报警电话之后 有没有当真 马上出警了没有 接到报警电话之后 我们第一时间就选择了出警 但是对我们来说时间太短 你怎么知道我姓张 在清水公园见到你们的时候 只有小江向你们出示了警官证 从始至终 我没有向你做过自我介绍 你是怎么知道我姓张的 董事实技艺 坐下 那什么我能不能出去透口气什么的 我这 这太闷了 可以啊 但得实话实说 我说的就是实话 要不这样 您带着这个 循环的思维 去看一下我那个地图 我醒来的时间 还有爆炸的 又要给我瞅循环 如果这件事情是我做的 我为什么要报警啊 这说不通啊 这 行 那你告诉我 你们是怎么知道 车上有炸弹的 我们就是在 别跟我说醒患 李世晴 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知道我姓张 您自己说的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有一次在医院 不用起来 不用起来 你就是李世晴 我是市局 行政支队副队长 我叫张成 那次我被摩托车撞了 有点脑震荡 当时我吐了 你还想给我水 你想用右手帮我拧瓶盖 来 但是好像使不上去 给你水 医院 哪个医院啊 哪个医院啊 什么时候 我不记得在医院见过你 你肯定不会记得 因为我们是在循环里见的 因为我们是在循环里见的 你说什么 循环 还是得说 我在医院那次 我已经说过实话了 可是你们没有信我 也有可能我那个时候 也没有想清楚 我是在萧鹤云 进入循环之后 才捋明白的 我们躲过的车祸 我才知道车上有炸弹 算了 你们还是不会信 相信不相信 是我们警方的事 我们会调查取证 对你来说 相信警察 诚实地交代问题 是你唯一的选择 那我从头说 你看嗯 我们去寻找 我们去寻找 真是 under 我们是想要 我自己去寻找 我们去寻找 我能够 还有吗 我们去寻找 我们去寻找 一誊 好 现在你呢 第九次 来 开始 这一次醒过来 我们终于达成了共识 既然公交车在十字路口 必然会发生车祸的话 那我们只要保证 车在红灯之前 或者之后过去就可以了 这次我们确实是避开了车祸 但是没有想到 车开上大桥之后 还是爆炸了 也就是说 车祸是变量 是插去 公交车被引爆 这才是必然 所以我们才第一时间 选择了报警 这 这 这么说是不是就通了 其实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这一次公交车是在十字路口 出了车祸才爆炸的 而不是在桥上被引爆呢 如果炸弹是在车上的话 你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炸药的痕迹啊 那是不是就能证明我说的话是真的呀 什么叫如果有炸弹啊 你刚才斩兵截铁的说了那么多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如果 我说如果是因为 我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 这个炸弹就在车上 它有可能在桥上 或者从别的地方发射过来 不是 当然了 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在车上 你 你车顶 车底 还有车厢什么的 都 都查过了嘛 我 怎么 怎么我 我这媒体循环的事呢 萧霍云 是不是有什么人胁迫你们 没事你可以跟我讲 你到底有什么样难言之意 我 我 我没有难言 我说 行 那你再好好想想 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 等你想好了 想通了 我们再接着聊 我还能往哪儿想 我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们怎么就不信呢 那就是说第一次 第二次 还有第九次 是公交车直接爆炸了 对吗 嗯 那你说你头两次睡着了 然后因为一个手机的铃声 响起来 你就认为 那个是炸弹 爆炸 而不是 交通事故 是吗 对 因为每次爆炸 都能听见那个铃声 那你怎么能确定 那个铃声一定是 是手机里传出来的呢 其实也不太确定 但那个声音就是 老式手机的那种彩铃 你 你还记得那个铃声 怎么唱的吗 这会不会是 炸弹上面有那种倒计石装置 是它的铃声 也有可能铃声和炸弹没有什么关系 也有可能铃声和炸弹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谁的手机 碰巧儿像 附居 药件准备好了 带他们去药件吧 好 店银行 开机 铃声 继续 改革 翌尔 第2 6 7